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8月15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视频。 鸣谢 同时,感谢所有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今77年。 今天我们回忆起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定会想起那句话,一切不易的战争都无法赢得最终的胜利,而始作俑者也难逃最后的闪判。 今天视频的内容呢,咱们首先介绍一下最近的战况,然后说一说乌军连续记录俄军最先进的武装支撑机的事情,还有海马斯摧毁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基地的事,还有乌军继续瘫痪荷尔松地区关键桥梁的事,以及呢其他的精彩的新闻和深入的分析。 最近的战况非常的没有看点,虽然标记作战事件的地图上到处都是炮击轰炸和战斗,但俄军基本没有取得进展。 这是今天的地图,咱们来看一下跟一周前、半月前、甚至一个月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诶,仔细一看,还真没什么区别。 当然,我们也知道俄军接近占领端倪茨克西北面的皮斯基村。 最近几天呢,我们也一直在播报关于皮斯基村的战况,但是呢,这点村战级的进展,简直称不上是进展。 微博上有一位言辞犀利的博主归纳了一句话,说,蒙古人的征服是以京都计算,苏军的征服呢,是以国家计算,普京的征服只是以村庄来计算。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亲俄账号或者是俄孝们把这件事称为攻克段巴斯战略重战。 要知道,整个段巴斯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被称之为战略重战,那就是斯拉维扬斯克。 连之前丢的北顿的磁克和立昌斯克,也就是重要的据点,还谈不上重战的级别。 一个皮斯基怎么就成了战略重战呢? 莫非是对战略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吧? 这也难怪,任俄为辞妇还没得到真传,就先把脑子给弄丢了。 好,咱们先来关注一些代表性的战略。 一,过去的13,14,15,三天内,乌军竟然一口气击落三架俄军最先进的卡五十二直升机。 让人怀疑,乌军是不是又入手了什么神秘武器? 今天,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在脸书上报告, 8月15日,在断尼茨克地区,武装部队的高射炮武击落了一架俄军卡五十二直升机。 昨天,8月14日,乌军报告了乌克兰高射机枪, 在周六和周日两天击毁了两架俄罗斯卡五十二鳄鱼直升机。 也就是说,三天内击落了三架卡五十二。 这不管是兵器提升带来的新气象,还是战法提升带来的新动向, 对俄军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打击。 本来就摆烂的空天军以后还敢触动吗? 第二个,咱们来看,瓦格纳雇佣军在波帕斯那的基地被海马斯夷为平地。 今天,乌军发布了一个战绩。 现场的照片说明该据点已被彻底轰塌。 有人正手忙脚乱扛着尸体往建筑物外面送。 之所以说是尸体而不是说伤员呢, 是因为这种架势根本就不像是在运活人。 乌克兰军方披露, 能打击这个看起来级别不低的据点, 还得归功于俄罗斯人自己。 著名军事记者谢尔盖·谢雷达在8月8日访问了这里, 并且呢,跟瓦格纳雇佣军集团的大老板叶弗根尼·普利高金合了饮留了念。 由此可见,这个据点级别还真的不低。 但是这么一来呢, 有人就通过照片便读出了这个据点的具体记址, 然后海马斯娴熟的把这里就变成了全据德。 只不过,布帕斯那版的全据德考的不是鸭子。 当然,海马斯也没闲着。 乌军参谋部透露,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内, 海马斯们是摧毁了俄军22个仓库、 10个基地、3个总部和1个兵营, 大战了乌军的士气,灭了俄军的威风。 但是,老实说, 与乌军现在手中拥有的海马斯M270发射系统的总数量相比, 这个战绩似乎不如以往那么辉煌。 按我们的分析,这是有原因的。 现在,乌军也在琢磨对付海马斯系统的方法。 他们可能一方面将重要的弹药库和油料仓库后移, 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信息保密工作。 还有一个方面可能就是加强了拦截海马斯火箭弹的能力, 比如部署更多的道尔或S300防空系统。 从这个阶段开始, 围绕海马斯进行的攻防可能会更有看点。 目前,乌军手中既有海马斯和M270, 还有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 拥有遏制俄军防空系统的能力。 可想而知, 俄乌双方都会围绕打击和反打击交接脑汁, 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听到更多相关的战报。 另外,今天下午传出一个消息, 说比尔江斯克港的俄军舰船又起火了, 目前是众说翻云, 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哪种俄军舰船出事, 也暂时不知道是否是乌军做的, 用哪种兵器做的。 要知道, 比尔江斯克港距离乌控区远远超过了80公里, 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报给您。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扎布罗热核电站危机。 众多国家可是联名要求俄军退出所占领的核电站。 各国提醒, 俄罗斯队伍用兵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并且俄罗斯对扎布罗热核电站的控制危机和安全原则。 欧盟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网站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显示, 所有欧盟成员国和另外一些非欧盟成员国家加入了该声明, 如挪威、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哥鲁基亚、摩尔多瓦、北马其顿和土耳其。 声明中说, 在工厂领土上部署俄罗斯军队和武器是不可接受的, 是对所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承诺专属在安全和风险防范原则的无视。 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立即撤出军队以及其他来自扎布罗热核电站及周边地区及乌克兰全境的未经授权的人员, 以便运营商和乌克兰当局能够在乌克兰国际工人的边界内恢复权利义务, 并且合法人员可以履行职责没有外部干扰威胁和令人无法接受的恶劣工作条件。 签署方强调说, 这也将使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根据乌克兰关于预防措施的义务, 那就是在安全条件下及时进行核查。 此前,俄军炮轰攻击扎布罗热核电站外围设施, 造成了不小的损害和广泛的影响, 由若干机组暂时停止运营或降低输出功率。 俄罗斯方面一切人还称, 已经在核电站内挖掘壕沟以及埋射地雷, 并威胁称, 要么电站所有的供电都输出给卢干斯克、端顶茨克和俄罗斯, 要么就炸掉电站。 还有一些电站内的乌克兰工作人员称, 俄军陆续往核电站里一些特定的区域派遣军人布置设备, 而且不允许乌克兰工作人员靠近这些军人的设备, 估计就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道。 俄军在核安全问题上玩火, 是罔顾乌克兰及周边国家人民生命安全的鲁莽作法。 乌克兰人民对于切尔诺贝利惨案依然是记忆犹信, 绝不会答应扎布鲁尔核电站再出问题。 可惜, 一意孤行的俄军误以为绑架和操控核电站将对俄罗斯达成总体战略目的有利, 所以反复在这个问题上挑战乌克兰和其他周边国家的耐心。 我们相信, 俄罗斯到最后一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绝对讨不到便宜。 因为古往近来藐视他人生命的做法, 罔顾他人生命的人或团体都不会有任何的好下场。 正如当年切尔诺贝利惨案发生后, 高层的拙劣应对措施严重动摇了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信心一样。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稍后咱们继续。